《射雕英雄傳》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套小說 或者是由這套小說所改編的電視劇或者電影 叫做《射雕英雄傳》 在《射雕英雄傳》裏面有一個很突出的角色 就是叫做西毒歐陽鋒 西毒歐陽鋒武功蓋世 但很可惜因為走火入魔的緣故 以至到他失去了心智 甚至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我是誰?究竟我是誰? 枉他有一身的武功 但很可惜到最後他都不能夠在華山論劍當中 得到天下第一這個名號 同樣的我們都需要小心 要認清我是誰?認清自己的身份 有人曾經說過身份決定命運 意思就是我們要知道我們自己的身份 以至我們可以能夠知道我們的方向 我們應該走的路是在哪裏 而這個亦都是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第二章 要提醒提摩太和以忽所教會的 在提摩太前書第二章 寶羅提出了有四個不同的身份和他們的責任 第一個是信徒的身份 寶羅對提摩太其實也是對以忽所的眾信徒說 他說你要為萬人去祈禱和祝謝 為君王為在位的你更加應該這樣做 以至到你們能夠敬虔端正可以平安無時地去導人 寶羅的意思就是要以忽所的信徒 為到在上掌權的來祈禱 求神感動他們的心 以至能夠減少信徒在世上所遭遇的迫白 也為到他們和福音的工作可以開一條暢順的道路 第二個角色就是寶羅自己 他說神是願意萬人得救 是能夠明白真道 因為只有一位神 而在神和人當中只有一個的忠寶 就是江西為人的耶穌基督 而我寶羅是奉命被猜派成為傳道 成為使徒成為外邦人的師父 因為耶穌基督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成為萬人的屬家 而我需要向眾人傳說 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明白真道 也能夠相信耶穌 然後寶羅說到第三種人 第三種人他是對弟兄說的 可能當時的弟兄是比較暴躁 或是容易發怒 所以他就說 我願意男人無憤怒 無紛爭 能夠舉起聖結的手 隨處去祈禱 而第四他就說到姊妹 可能也是因為當時的姊妹比較貪靚 或者比較喜歡說話 所以寶羅就說 你們應該是端正自首 並且不要只掛著扮靚 編頭髮 配戴一些首飾等等 或者穿一些很漂亮的衣服 來做裝飾 你們應該以善行 來成為你們的裝飾 並且要沉靜學道 學習信服的功課 不要嘗試去教導 或者管轄男人 因為你們要記得 神所創造的次序 神首先做了阿當 然後才創造夏華 而神給男人和女人 是有不同的角色 而女性是需要存著信心 存著愛心 聖結自首 就會在生產上面得救 其實寶羅這句說話是非常難明白的 有很多不同的解經家 有不同的解釋 總括來說可以接受的解釋就是 女性應該明白 他們在家庭當中的遺分 神賦予他們能夠成為妻子 成為母親 這個特權 他們就要好好地活出 這個身份 以至他們能夠 找緊神給他們生命當中 這個使命 當然我們也明白到 神在不同的人身上 有不同的計劃 所以有些姊妹 他們是單身的 但是在提摩太前書 第二章寶羅說的 只不過是很概括地說到 這四種不同的身份 和他們應盡的責任 今天到底你知不知道 你的身份是甚麼 你應該盡的責任又是甚麼 當然我們需要 像保羅勸勉提摩太 和以忽所信徒所要做的 就是要去為萬人祈禱 也盼望我們能夠學習保羅的心智 向不同的人傳福音 而弟兄也要小心自己的脾氣 多些的討告 姐妹呢 也要小心自己的舌頭 也都明白到 神創造男女不同的遺憤 但是盼望 我們能夠更加地 在神面前安靜 去問神 神啊 到底我有甚麼特別的身份 而你又要我在這個身份上 怎樣去彰顯你的榮耀呢 盼望我們能夠謙卑地來到神面前 去尋求神給我們在不同身份上 不同的指引 以至到我們能夠滿足神給我們在不同身份上 不同的責任